Hello大家好,我是Lucy,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是Lululemon购物分享 Lululemon好像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开始卖他们家的运动鞋了 就我平时生活中衣服和裤子已经穿的全部都是Lululemon了 所以呢当我第一眼看到他们家出了运动鞋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点抗拒的 是因为我真的实在是不想全身上下都穿着Lululemon 直到就是应该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看到他要出这个training的鞋子 这一双鞋的时候 当时我在心里面就种下了一棵小草 然后我就想说到时候等他这款上新的时候我一定要买 这双呢它的名字叫Strong Fuel Training Shoes 是专门设计给就是撸铁呀力量训练一些training来用的 所以其实也比较符合我平时的需求 因为我平时健身其实跑步也比较少 像有氧的话我可能是去做那个动感单车比较多 然后跑步的话我不会单纯的只是去跑步 可能会力量加上跑步混合起来的 很多那种跑步的鞋子其实是不适合用来做力量训练的 其实这两个鞋子是有区别的 这双鞋子的底呢是摸上去虽然是有弹性的 但还是比较偏硬一点的 它虽然脚上脚底的支撑感还是挺明显的 并且呢在做一些训练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说很打滑 脚底的设计也是比较偏平一点的 专门设计给女性training的一双鞋子 在纯白和这个乳白色里面的话 我会选择这个乳白色 就是有一点带黄色的奶油乳白的感觉 我是觉得所有的颜色里面乳白色的最好看 它不仅是搭配平时的运动服啊 lagging啊哪怕是休闲的服装 这个颜色超级百搭 几乎跟所有的颜色都可以配 然后它鞋底的话呢是有一点点这种绿色的颜色 好像它每一个不同的颜色 鞋底搭配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鞋型其实是那种比较偏细长型的 包括它鞋子的两侧也是有这种透气网孔的设计 所以穿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透气 不会很闷脚 从功能性啊设计上 穿上去的舒适度 以及它的这个外观 各个方面我都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鞋子后面呢也有一点点的小跟 大概是一两厘米吧 也可以有一点点的真高的效果 如果你们有买过Lululemon他们家 就是其他系列的运动鞋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你们感觉怎么样 反正我是觉得这双Strong Field Training Shoes 我个人来说是很满意的 怕你买来不是用来撸铁运动 就是用来休闲搭配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一双鞋子 那接下来呢是Lululemon他们家这款腰包 就是我这次就很丧心病狂的 一下子买了三个 就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很夸张 就不仅仅是运动服会买Lululemon家 现在鞋子也是买他们家 连包都是用他们家 我觉得我对一个品牌的忠诚度还是挺高的 就比方说像Lululemon 就我一旦认可这个牌子以后 他们家出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好 但这三款我不会全部都留 首先呢先和大家分享的话 是这款黑色的腰包 比较基础款 比较普通的这款全黑色的腰包 这款我是一定会留的 我是觉得这个包它非常非常的实用 而且黑色也很百搭 也很耐脏 就我可以看到 我自己使用的频率会很高很高 它这个包其实很小 就是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比我手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我是觉得平时用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我基本上我现在出门 基本上也不带包 反正包对我来说其实非常的没有必要 但是呢有时候 比方说你的手机钱包 还有这个车钥匙 你至少要装在一个包里面 就是一个容器里面 不然你出门就好 可能你手上就得拿着好几个东西 所以这个小包 这个腰包的size 其实是刚刚好的 它里面呢是刚好可以放下我的这个手机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空间去放其他的东西 它包虽然小 但是它有很多的隔层 它这里有一个这种网状的一个很大的隔层 对面这边还有两个分开的这种小网袋 就不会让东西很乱放的一个感觉 除了这里的口袋以外呢 包的后面这边还有一个口袋 这边拉链拉开以后 还有一个口袋 所以这个包看起来小 但是它功能性真的非常强 非常非常的能装 这个包呢背上去很有安全感 我一般会把它这样子放在胸前来用 我现在还没有试过把它放在腰上 我觉得这样子放在胸前就还挺好看的 哪怕是你外出跑步也可以背着这个包 你就可以解放双手 看上去小 但是五丈俱全 就是你想放的东西全部都能放进去 而且加上它自重很轻嘛 所以说戴上去也没有很大的压力 再加上这个黑色这个材质 好像是有一点这种防水的感觉 所以也很耐脏 我记得来说 如果是这种每天要用的包 我会选这种搭配性比较高的颜色 不管是黑色白色或灰色 其实它们家灰色也很好看 所以这个黑色我是会去留的 那这个泰迪熊材质的呢 跟黑色的包款是一样的 不同的就是它的材质 我在看图片的时候呢 我是喜欢这个白色的 但是我是发现这个金色 好像很容易断货 其实我对这个金色 在图片上看的时候 并不是非常的感冒 结果我拿到手以后 我自己好像确实也更加喜欢这个金色 特别是它这个金色 搭配它旁边的这个扣子也是金色 其实就是整个包看上去 还是蛮有质感的 但照片上看上去 白色是会比较好看 可能现在在视频里面看 也是觉得白色会比较好看 但其实就是它的实物 我是觉得真的这个白色 好像是有一点点灰灰的感觉 很像你买来已经用过很久 然后洗过以后的那种白色 就是是有一种旧旧的白色吧 所以我是可以想象 如果用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应该会比较容易脏 然后颜色可能会更黑一点 就白色好像上镜下来是挺好看的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区 告诉我这两款 我应该留哪一支 然后我最近就在找一个 就是可以放电脑的包 我就看到了Lululemon他们家这一款包 这个包就是摸上去 是这种羽绒的材质 是有一种填充的感觉 这款是这个系列的大号 然后其实我看到的是 他们家那款小号 然后那个小号的墨绿色和黑色 一直都是在断货的状态 从来都没有上新过 就是我看的时候 每次都只剩下那一支花的 然后其实我最想买的是那款包 然后我就退而求其次 去买了这款大的这款包 我就想说买来看看 它几个优点的是 它旁边这个地方 下面有个拉链 打开以后呢 其实比方说你在外出旅游的时候 它可以擦在旅行箱的那个杆子上面 所以它就非常适合旅行来用 它这个包里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隔层 就是有超级大的这个隔层 这个隔层呢 我感觉是专门用来放电脑的 还有专门的加厚 还有这种小袋子 反正它隔层也特别多 所以也就是说 你放东西进去的时候 不会所有东西都跑成一团 很乱的一个感觉 找不到东西 这包括上面这里也有一个小包袋 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啊 或者钱包就很容易拿 现在刚好就是手上有一个 这个是15寸的电脑 就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刚刚好 这个容量的话呢 是不管你多大的手机电脑 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就用羽绒填充的感觉 就是你放一些贵重的东西 把电脑放进去 也会更有安全感 那这个包其实我拿到手 还是有一点点犹豫 要不要留 我真的觉得它有点太大个了 就感觉背起来的时候 可以把整个家都搬进去 就感觉可以直接背上去去旅游了 但日常来说的话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放 它唯一对我来说的功能就是 可以把电脑给放进去 如果到时候出去旅游的话 可以就是把这个带上飞机 里面不仅可以放电脑 还能放一些衣服啊 零食啊 就是一些小东西 就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在黑色和这个墨绿色里面的话呢 我是觉得这个墨绿色更好看 所以我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用来旅行坐飞机 然后放电脑的一个包包 但我没有想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 真的是太大了 好大一个包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 应不应该留这一只包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身上今天一直在穿的这件短袖 那它呢也是Lululemon的 这款T恤它是这种短款的 就设计的是这种方方的感觉 所以呢也会显得腿比较长一点 类似这种crop 就是这种短款的设计 我都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而且它非常容易打理 就放洗衣机里面洗啊 正常的烘干 它也不会缩水啊 变形啊等等问题 我觉得它质量还是挺好的 可以穿的很久 因为我是发现很多牌子的 像这种还棉的这种短袖 特别容易变形 可能第一次穿还挺好看的 但是洗过烘干之后 它就会变形 然后特别是洗多几次以后 就基本上是不能穿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颜色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也非常的百搭 那接下来呢 是他们家这款Align的运动背心 那这款运动背心呢 它是可以两遍穿的 然后我买的这款呢 它是这种墨绿色的 就最近莫名其妙的喜欢各种绿色 比方说你今天穿的是 这个浅绿色浅墨绿色 然后明天的话呢 你还可以换成里面的这个 真的这个绿色 这两个绿色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有一种买了两件运动背心的感觉 因为你有两个颜色嘛 但它这款呢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比较大胸的妹子 这款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合 这款是比较适合小胸 这款是比较适合小胸的妹子 要注意的一点是 这款运动背心是不可以放胸垫的 它自己也是没有带胸垫 是完全没有胸垫的 所以呢 有可能会有一点激突的问题 我穿这件运动衣的时候 我会去穿着做热瑜伽 因为做热瑜伽的时候 会流很多汗很热 然后身上的衣服呀 裤子我觉得能够少一层就是一层 就感觉会更凉快一点的感觉 特别是这个背部的设计 会特别可以看得出来背部的线条 如果你也喜欢做热瑜伽的话 我觉得这款的话非常非常的推荐 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可以两面换着穿 平时非常非常爱穿运动内衣呀 短袖啊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腋下有毛的话 我就会觉得很尴尬 那其实我尝试过很多去毛的方法 那可能用的最多的就是 平时用这种刮刀来剃毛 但剃毛的话有个问题是 你剃完之后可能过个两三天 它又会长出新的毛发 而且呢我是觉得剃毛太频繁以后呢 我是发现我的叶毛 它变得又硬又黑的 特别是刚剃完的时候 你会发现叶下 就是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小黑点 我觉得跟叶毛的话 基本上是同等程度的尴尬 那我试用下来以后呢 这款U-like的IPL的家用剃毛衣呢 我个人感觉它是真的 是做到冰冰凉凉的去毛 而且无痛 基本上它剃毛的效果 是跟去美容院的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性价比更高更便宜 而且在家里面也会更舒服 还有呢 他们家的代言人呢 是我的女神全智贤 那这款脱毛衣呢 采用了蓝宝石冰点头 所以你每次在脱毛的时候 它是可以帮助你的身体降温 让体温的保持 10到30度的一个状态下面 整个使用的过程呢 都是冰冰凉凉的 没有明显的痛感 全身都可以用 然后它前面这个灯头的设计 也是平面的 所以呢 会更加贴近皮肤 然后可以无死角的去脱毛 好像就是有在冰敷的一个感觉 那它这个机器里面呢 也包含他们家的一款这个剃刀 假如说我今天是要脱我腋下的毛 用这个剃刀 把腋下的毛给刮干净 然后呢 再把这个脱毛衣打开 然后可以选择级别 其实我就是一开始心里比较紧张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会不会痛 所以我就选择一 然后我在一档的时候 大概用了一个礼拜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呢 我又增加到二 然后二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了以后 我再慢慢的往上去增加这个力度 然后在打的时候呢 它这里面还有附送一个这个护目镜 算说它这个光不是那么的刺眼 但是为了保护眼睛 我觉得戴上护目镜的话 会更安全一些 我最近这一个月使用下来以后 我真的是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跟之前相比新毛长出来的速度越来越慢 而且新的毛 它也不会像之前那种很硬很黑的感觉 这种很细软的毛发的感觉 并且呢在剃完毛之后 已经没有像之前那种小黑点了 总理上来说 它操作起来是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小巧容易收纳 而且用起来的时候非常的舒服 会让我想要坚持使用下去 那最后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是Lululemon他们家的这款内裤 这款隐形内裤 之前其实我跟大家分享过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也是看到它这款在打折 这款的话呢 它是这种钉字裤 然后是完全无痕的 所以你在穿比较贴身的这种瑜伽裤的时候 就完完全全不用担心它旁边的痕迹 然后它这款穿上去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 紫色也挺好看的 平时会穿瑜伽裤 想要避免这个内裤痕迹的尴尬的话 一定要去试一下 就我现在里里外外 全部都被Lululemon他们家承包了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有的视频内容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 还有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点击关注我的频道 那下期我发新视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见面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